大家好,今天要介紹的是虎門的入門認識篇 那今天所介紹的這一個呢,是屬於一個工具 那大致上呢,這兩種是比較常見的 一種呢,是桌上型的虎鉗 另一種呢,是可以移動式的虎鉗 那最主要呢,是這兩種形式會比較常見的 那市面上的虎鉗呢,它的種類是非常多的 那畫面上所示意的呢,是大概一個形式而已 那大致上呢,都會以這樣的模式呢,做出這個虎鉗出來 那當然,外型可能會不太一樣 顏色也有可能不太一樣 但是它主要的功能呢,都是相同的 那這裡就是帶大家了解說 虎鉗呢,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工具 以及說,它的用途是什麼呢 那怎麼做,我們就去看下去囉 首先呢,先來了解一下虎鉗它的一些基本零件 那虎鉗呢,大致上是這個樣的形式 那形狀是大同小異的,基本上它功能都是一樣的 好,首先呢,它會有一個底座 底座的地方呢,會連結的一個平面 那這個地方呢,固定的它是不會移動的 所以,通常這樣呢,它都是固定在桌面上的 這裡會有兩個洞 這兩個洞的用意呢,就是讓桌面呢,貫穿鎖螺絲 讓它固定在桌子上面的 所以,虎鉗呢,一般它會連接的虎鉗桌呢,一起做使用的 這樣會比較方便的 再來呢,這邊會有一個移動座 那移動座的底下呢,會連接的一隻螺桿 那這個螺桿呢,會延伸到固定座這裡 那固定座裡面呢,會有螺紋 所以,我們的移動座怎麼去移動它呢 是運用這一隻螺桿呢,去移動它 所以,這個地方螺桿呢,會附一隻手柄 那手柄這個用意在於說 這裡呢,會產生一個槓桿原理 所以我們在把虎鉗鎖緊或放鬆的時候呢 我們的力量會變大 所以這樣呢,虎鉗它的用意 最主要就是用來固定物件的 主要是這樣的形式 那有時候呢,我們的物件 可能不一定是粗胚 粗胚的意思就是我們在 加工的時候,材料它是最原始的 所以最原始的材料呢 表面是比較粗糙的 所以這邊,虎鉗在甲齒的時候 會有很大的力量 所以甲齒的時候會有傷到的時候 粗胚一般是沒關係 但是如果你是半成品 假設它已經做了拋光或是做了電鍍 我們來用虎鉗的時候 很常會把這個物件呢,給夾傷 所以呢,這個地方我們會墊一些比較柔軟的東西 有時候是墊鐵片 有時候是墊鋁片 有時候是墊鋁片 有時候呢,是墊橡膠等等的 用這樣的形式呢 避免我們的物件呢,會被夾傷 那這邊就是 算是一個選配的東西 不一定會附 但是有時候我們可能會客製化做這樣的東西 那再來呢,就是在虎鉗的這個固定座的後方呢 通常會附一個這樣一個平面 這個平面的用意是什麼呢 這裡呢,就是用來做敲擊的動作 在我們在做一些零件 有時候會畫線 畫完線之後呢,我們要去做鑽孔的動作 那這時候呢,我們會用中心充 把這個畫線的十字的終點的地方呢 用鐵錘,往中心中敲擊 然後呢,把我們的物件弄出一個小洞出來 這樣會輔助我們在鑽孔的時候比較準確一點 所以這個地方呢,的用意就是在這裡 我們可以把物件放在上面做敲擊 不一定是用中心充 有時候可能會做一些其他的敲擊 也可以在這個地方去做使用的 好,那最主要呢,它的功能就是這樣 那這邊先讓大家去了解一下囉 接下來呢,要介紹它的使用方式 那這裡呢,其實是很直接的 我們把把手鎖緊或放鬆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虎前呢 它這個移動作呢,會做移動的一個動作 那這裡呢,我直接做一段小動畫給各位看 可能會比較清楚一點 好,像畫面上我們看到這樣子 當我們把把手做旋轉的時候呢 虎前因為我們帶動了這支螺桿 然後帶動了這個移動作 所以它就會做一個前後的移動 那這樣呢,我們就可以把物件做一個鎖緊或放鬆的動作 那這裡呢,把手的地方就在於說 我們可以運用這個把手的長短 因為這個把手可以去做移動的 我們把手比較長的時候 有一個槓桿原理 力量比較大 能夠把物件呢,鎖得更緊 那這裡呢,前面有介紹到 這個平面呢,是用來敲擊用的 你可能要使用中心充 或是一些其他的一個敲打的動作 可以在這邊做的 那最主要它的使用方式就是這樣 其實是蠻簡單的 那這裡呢,我們在甲齒的時候 特別要注意的是 我們在物件甲齒的時候 盡可能呢,在這兩個平面的時候 盡可能讓它在中間 因為我們這個虎前呢,是單軸的 那單軸的時候 如果你把物件放在邊邊的時候 我們在甲齒的時候會發現說 它有可能會歪一邊 那有可能我們在甲齒物件的時候 比較沒有辦法甲齒的那麼緊 也許你在上面做鑽孔的時候 物件就掉下來了 所以你的物件呢,盡可能的是放在 兩個虎前面的中心的位置 這樣我們能甲齒的時候 是甲齒最緊的 那這邊讓大家去了解一下囉 防疫新生活要戴口罩喔 接下來呢,來介紹一下 虎前它的用途 那虎前它到底有哪一些用途呢 那我們最直接的就是 它可以把物件固定住 好像是什麼樣的一個作業呢 如果是一個弓箭的話 我們固定在上面之後 能對它做什麼 各位可以想像一下 我們可以對它做鑽孔 對它做研磨 對它做工牙 有時候呢,我們可以用手工具 對它做一個切除的動作 那其他的像是焊接 我們也可以用虎前呢 把它加持住之後 在上面做焊接的動作 那虎前的用途呢 它等於是我們的第三隻手 我們在工作的時候呢 兩隻手都需要去運用到 當我們沒有辦法做一些 多餘的固定的時候呢 虎前就是我們的第三隻手 而且它可以固定得非常的緊 而且呢,也比較安全 那這裡呢,虎前呢 是很常使用在加工的時候 加工廠是很常見的 大大小小的加工 我們都會看到虎前的存在 甚至在洗床上面 也是有一個虎前的 只是它的形狀是有點不一樣的 那這裡 除了這些固定物件之外呢 我們還能夠拿虎前來做什麼呢 那各位有沒有想過呢 那這邊呢 我們在做壓配的時候 壓配是什麼意思呢 假設我們有一個物件 它有一個洞 它的洞呢 是要跟塑膠做配合的 那它這裡面的公差可能比較緊 我們要做一個緊配合 那緊配合的時候 我們通常是把這個塑膠拿來 然後拿鐵錘或是塑膠錘呢 用力的要把這個塑膠呢 敲進這個洞裡面 可是往往都沒有辦法敲進去 那這時候我們可以運用虎前呢 以這個裸桿的力量呢 一點一滴的把它壓進去 這樣是非常方便的 那講到壓配 一定會想到是 軸成的裝配 那軸成有時候呢 我們也可以運用虎前來去做 裝配的動作 其實是非常方便的 那這裡呢 就讓大家去了解一下 它的用途是什麼囉 接下來呢 來介紹的是 使用3D烈焰來製作虎前 那各位有想過 原來3D烈焰也能製作虎前嗎 那這邊先前有做過了 一個比較特別的 它是雙軸弧前 那這裡呢 有興趣的可以去到影片底下的說明 那你都會放連結 可以看這個 物件到底是什麼呢 有可能你沒有看過這類似的 雙軸的用意呢 在於說 它兩個平面呢 會永遠的做平行的動作 那這邊有興趣的 你可以去觀看一下 到底是什麼把它做出來 以及說 它的特色到底在哪裡的 那這裡呢 這個檔案未來呢 也會使用3D列印 把它列印出來驗證 那它能不能去做一個 轉動的一個形式呢 那這裡有興趣呢 你想得到檔案的 那就是未來如果看到有一個 虎前的測試作品呢 你把它點進去 影片底下的說明呢 都會放上下載的連結 這樣我們就可以得到這個檔案囉 那其實 有時候呢 我們運用3D列印出來的虎前呢 它所要夾齒的物件呢 都是比較輕量型的 有可能是塑膠 有可能是電子零件 等等的 這種輕量型的 有時候輕量型呢 我們不需要用到這種 鐵字型的虎前 因為鐵字型的虎前 一般呢 它的價格會比較高 然後呢 它會比較重 而且它會有生鏽的問題 那有時候我們運用 塑膠的 用3D列印把它列印出來 這種小型的虎前來使用 也是非常棒的喔 那這邊讓大家去了解跟參考囉 最後呢 來總結一下關於虎前的認識 那虎前呢 它的結構呢 是 運用了螺絲螺帽的原理呢 讓它有一個這樣的一個作動 而且以及搭配說 它這邊有槓桿原理 讓這個力量呢 可以更大一點 所以呢 虎前呢 它就是運用這樣的形式呢 螺絲螺帽的原理 讓我們可以固定物件 把物件固定住 那這裡再搭配它主體這個地方呢 有一些不同的形狀 我們可以在上面做敲擊 甚至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可以用螺絲把它鎖附在桌面上 就變成我們的第三隻手 一個非常實用的一個工具 那這裡前面有介紹到 我們在加工的時候 非常常使用到虎前 可以做鑽孔啊 公牙啊 焊接等等的一些作業 那甚至有時候呢 我們在裝配的時候 也會用它來輔助的 像是壓配的 像軸層 或是塑膠等等的這種形式 我們也可以用虎前呢 來輔助我們的工作 那這裡 剛剛有提到到 我們一般最常見的是 像這種單軸的虎前 那單軸虎前呢 我們最大的力量呢 在中間 所以我們在固定的時候呢 盡可能的往中間做固定 盡量不要在旁邊 因為旁邊的話 我們一旦往下鎖的時候 會發現這裡會歪一邊 那有可能物件 比較沒有辦法固定的 比較精準 還有可能固定不太住 我們在做鑽孔或公牙 會不小心掉下來 所以會比較建議說 固定在中間 那這裡 未來也會使用 3D列印把它列印出來 來驗證說 這個檔案 我們有沒有問題呢 以及說 運用這種方式呢 來更了解一下 虎前它的結構 到底是什麼呢 那今天的教學呢 就到這邊為止了 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分享吧 掰掰 都在水貾 請看 我們 librer 我們還記得